當年堅哥被狗仔拍到過幾次 就是跟別的女性過蟲聖密啦 對那後來這件事情 也算是獲得了太太的原諒嗎還是 我太太很好她原諒了我先喝一口水好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現在講完幾次啦 我已經跟著講 冒險是像自我挑戰的遊戲 踏出探索我世界的地步 你就是冒險王 OVERMIND THAT BODY 既是冒險王也是浮龍王 王世堅的政治人生 創意到全台都認識他 不過一部由他主演的是 尖情成為他的黑歷史 我做錯過事情 我太太她很敏性善良 所以她是生氣了相當一段時間 她最後還是原諒我 我在想第一個大概就是為了小朋友 第二個她知道我不是什麼壞人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是算蠻有默契啦 比方說像她我知道她生氣 氣到頂點的時候 過去她生氣 對我動手動腳我也都接受 她那一次是真的生氣 因為她知道我很愛一個小鬧鐘 我有一個很可愛的小鬧鐘 她知道我特別愛那個 而且當時也用了十幾年了 她特別拿那個鬧鐘丟我 我就知道她真的憤怒到幾點 那以前本來我回家她都會消耗一盤水果 冬天除了水果還會有一鍋湯 那當然那一段時間就都沒有了 後來水果一出現 我就發現有好轉 那你怎麼辦到 你做了什麼努力 你總是要好好表示說 都不會傷了她的心 很規規矩矩的 我就睡了三個月的客廳 然後我就儘量不觸怒她 然後像我太太喜歡喝咖啡 那我如果看到有不錯的咖啡豆 她也喜歡喝茶 那也有好的茶葉 而且其實她後來 我知道她到後來有點同情我 因為她看到說我被這樣圍剿到這個地步 她也一直希望說能夠幫幫我 所以她最後就都沒有太為難我這樣子 後來就很神秘的出現了一鍋湯 那我就知道 接下了水果跟湯 水果跟湯出現之後 哎呀沒事了沒事了 我太太長得很漂亮真的 這事實 我碰到她 真的我第一瞬間 就被她吸住了 那一年我才二十幾歲 那天好朋友要讓我們兩個碰面 就也沒跟她講說是 要介紹完事件給她 所以她就穿著拖鞋 我就這樣很自然去看到她 我覺得驚為天人 而且我太太是個很單純的女生 因為她從學校畢業就一直幫她媽媽 過去她媽媽很辛苦經營工廠 那有時候都晚一點回家沒辦法煮飯什麼 所以我太太從小就有時候盯著腳 就開始這樣要炒菜啊弄什麼弄東西 起來給弟弟妹妹還有她自己吃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太太在個性上也都磨的 我真的很喜歡她 我真的很喜歡她